再来详细了解一下李尚福在相会上的发言 当提到南海问题时 李尚福表示 目前南海局势总体稳定 但一些域外国家想把南海搅乱 以从中牟利需要高度警惕 关于南海问题 李尚福在发言中表示 在地区国家共同努力下 南海局势总体稳定 交流合作日益深入 现在每年数万艘各国船只在南海通行 经此运往全球的货物总价值高达3.5万亿美元 没听说哪艘船通行受阻碍 安全受威胁 反倒是一些域外国家 以航行自由之名行航行霸权之时 想把南海搅乱以从中牟利 需要我们高度警惕 坚决抵制 李尚福表示 邻里之间有分歧很正常 大家也正在沟通协商妥善解决 但有的域外国家在背后挑拨离间 对此我们要分清利害 保持清醒 中方愿携手地区国家 着眼大局和长远 全面有效落实南海各方行为宣言 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 共同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 有益之海 发展之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阅压的原则》